東南亞菜 大家好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吃東南亞菜呢? 今天我們請來兩位巴基斯坦女教主 和大家分享食譜 那你就不用去重慶大廈 留在家裡都可以品嘗東南亞美食 炸雜菜餅Pokara 是南亞家庭的家常小食 香脆可口,簡單易俗 無論在家裡煮菜 或者帶去大食會都對 我們先看看材料 首先清洗所有食材 切成細條狀 將黃豆粉和香料放入一個心碗裡 倒入水 攪拌至糊狀就可以加入蔬菜絲 和黃豆粉攪勻 輕輕用手拿出蔬菜的水分 然後攪拌5分鐘 之後在炸鍋裡倒入適量的油 等油滾起之後轉中火 將蔬菜絲逐些逐些放入炸鍋 間中翻一下它 炸至金黃色就完成了 至於這個醬 用攪拌機把芫荽和青椒打成醬汁 再加入乳酪攪勻 完成點醬 它可以令到食物沒有太油膩之餘 還可以增加食肉 一個香脆好口的炸雜菜餅Pokara 完成了 你還可以隨個人喜好 加入各式各樣的香料 E Т 不開除天然 35 7 1 4